好 我們說現在兩場戰爭 真的美國都捲在其中 那尤其是以色列這一塊 真的也是擔心說 美國現在會不會 也擔心說以色列把我的生育 整個陪葬下去 拖我下水 我們現在看到 是4月1號 真的是全世界都花然 因為來自澳洲 波蘭 英國 跟美國 加拿大 巴勒斯坦的志工 竟然遭到以色列攻擊 這是世界中央厨房的創辦人說 我們是到那邊當志工 幫這些災民 這些難民們等等 讓他有東西吃 結果他說我們的車隊 遭到以色列有計畫 逐量轟炸 他不是運氣不好 不小心被炸 他說我們車隊總共有1.8公里 車頂有明顯的標誌 你看看這個 這是他的車頂 他就很明顯的這個Logo 這個會是其他的嗎 就是我們 他說我就是被你 惡意的被你給襲擊了 我們先來聽聽看 這個創辦人他是怎麼控訴的 你看這些西方國家輿論也翻了 但是有人說以色列真的太超過 連志工都這樣炸 那當然以色列這邊有說我們是辨識錯誤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會辨識錯誤嗎 另外再看他也道歉了 說不勝傷害 真的是不勝嗎 人家說你不是不勝 所以拜登最近跟納坦亞歐通了電話 然後就說對此憤怒跟不滿 另外再來看到因為這些牽涉的很多國家 其實都跟以色列關係不錯 英國這邊說難以容忍 波蘭這邊說要趕快調查 加拿大說真的是不可接受 澳洲的部分說不應該傷害援助的人員 這件事情我特別要講 以色列打車場戰爭 其實作戰都有一個作戰的最終極的一個目標 那納坦亞胡我覺得他終極的目標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徹底的消滅哈馬斯 我們甚至可以說 他就是要徹底的把巴勒斯坦人趕出加沙地區 那就佔領別人的土地 對 就是佔領這個地方 就是他佔領的目標 第二個才是其次的目標 才是說解救人質 但是我覺得解救人質 現在目前只是他的說辭而已 他目標還是在就是佔領整個加沙地區 不但要佔領加沙 而且還要把巴勒斯坦人 全部逐出這個地區以外 那我們現在這件事情 我們要從前面國際之間 發生了幾件事情來看 第一個就是在聯合國大會安全理事會裡面 已經本來好幾次要通過停火協議 但是美國都是投反對票 一票否決了 但是最後美國實在是壓不住國際的壓力 他投了棄權票 但一投棄權票以後 這個很生氣 以色列很生氣 所以你不能自我於不顧 那美國投這棄權票 另外第二個我們要看美國 這個眾議院的參議院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叫蘇默 他是什麼人呢 他是猶太一的人 他自己講了一句話 他說納坦雅胡迷失了方向 結果他講完這句話以後 拜登講什麼 他說蘇默說得很對 他說這個是蠻不錯的演講 對 可見的就是美國要拋棄以色列 那以色列有沒有危機感 他一定有危機感 但是他為了達到他戰爭的目標 他為了把這個巴勒斯坦 全部趕出加沙地區 所以他就不擇手段 他揚言他繼續要攻打拉法 製造更大的人道危機 那這次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做這種動作 是故意的 為什麼 他就是阻止人道的一個救援 我們知道 以色列在加沙地區所作所為 他雖然說是為了解救人質 那我覺得只是他藉口 你看他到現在已經在 加沙地區巴勒斯坦的這種 平民的死章 無辜平民 尤其是婦女跟兒童最多 已經上萬人 又不是哈馬斯 而且斷他們水 斷他們電 斷他們糧 斷他們醫療用品 所以這些慘狀來講的話 大概讓全世界都看不下去 可是他現在來講的話 你看他對人道救援的 部隊都大 而且警告你們 就是讓這些 不要來救了 天啊 那我覺得 以色列現在納坦雅胡 很擔心的一件事情是 美國拋棄他 但我平常講 美國不會拋棄他 猶太力量那麼大 不會拋棄啦 講是 就是聯合國雖然說那天通過這個決議案 但是你要知道 美國有一票否決 對啊 那你看看第一時間 這個聯合國一通過這個 停火決議以後 這個拜登講什麼你知道 拜登說這不具法律效力 約束力 你看拜登馬上講這句話 就是安撫納坦雅胡 但是美國知道說 這個拜登講這種話是失言 然後緊接著白宮發言人 馬上出來解釋說 沒有沒有這具法律約束力 可是你要知道 當你聯合國真的是 如果說是以色列 違反這個停火協議 繼續打的話 不遵守來講的話 按理說應該聯合國 可以對他實施制裁 是可以的 不管是經濟或者軍事方面 都可以實施制裁 可是你制裁也是要聯合國 按理會再通過 那個時候 美國不會同意的 美國就有一票否決權 就是他不會同意你們這些國家 對以色列實施制裁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是美國的爸爸 這東西不可諱言 但是以色列也會希望說 把美國繼續拖下來 因為美國現在來講的話 我要設法從俄乌戰爭 從這個尾巴衝突裡面拖身 因為他發現中國 越來越茁壯 越來越壯大 如果他不抽掉兵力到這邊來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過 美國這個航空母艦 大概已經有兩艘長期 必須要在中東地區 對不對 然後這個福特號 他在這邊已經待了好幾個月 他這個官民也要休假 就回美國去休假 我講的是真的 他們必須要回去休假 不然的話老是在地中海不是辦法 所以說派艾森豪威爾號 這些或者是說兩棲攻擊艦 來替代福特號的戰力 在填補這個戰力 所以美國也有他長期來講的壓力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之下 美國當然也希望說是 這邊事情要盡快解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後續來講的話 以色列為了把美國拖下水 他只有做一件事情 他去轟炸伊朗 對啊 我覺得這就是他故意的 轟炸伊朗 他讓伊朗來轟炸我 那你美國就走不了了 所以可見的 這是美國 我覺得在中東 這場亂局裡面 美國想要脫身的機會不大 如果再加上 胡塞組織在鴻海那個地方 持續對美英打擊 美英的軍艦 或者是其他國家軍艦 來做這種攻擊來講的話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胡塞的這個飛彈 他這個飛彈越打越準 對啊 那以前來講的話 只是無人機騷擾一下 好像就是說 你拿大炮去打打他 他不見得打得到你的船 但最近好幾艘 包括中國的船 都被他打到 那為什麼胡塞會越打越準 這東西也蠻耐人尋味的 按理來講的話 你這個胡塞一個拖鞋軍 一個遊擊隊對不對 你應該武器越打越少 這個好的武器越打越沒有 再來都是一些 舊的火炮或幹嘛 他可以越打武器越好 越打武器越精準 這後面到底有什麼樣的 這個暗幕 黑幕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支持 提供他的武器裝備 我覺得是很耐人尋味的 那也代表說是大家 可能不只是以色列 要把美國留在這個地方 甚至於我懷疑 包括阿拉伯這些國家 都希望要把美國拉在這個地方 讓你在這邊你走不開 因為最起碼 我們不管是遜尼派 什葉派這些爭執中間 有一個緩衝 有一個在這邊 有一個世界警察的角色 在這邊維持我們大家 不然的話 中東地區來講的話 你看看不管是伊朗跟伊拉克 或者遜尼派 庫德族IS等等來講的話 他們彼此之間 穆斯林彼此之間 也是有很多仇恨 他們也是互相會爭戰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美國在這個地方 被拖到這個地方 不管是哪一個族群 哪一個國家來講的話 都要把它拖在這邊 所以才會發生這麼多事情 對那這也凸顯出 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處理中東這個亂局當中 很不一樣 中國大陸是幫呢 以色列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 這之前的時候 中跟沙特 還有呢 伊朗大和解 那讓中東本來是一團和氣 就現在呢 以色列現在跟哈馬斯的局勢 讓這個地方又亂了 所以美國來這邊 要來維持秩序 但是呢這個維持秩序 會不會讓這個地方 更加的混亂呢 尤其是來看到 伊朗現在 現在怎麼樣 因為呢被炸了 使館被炸了 然後呢 他們呢有死傷非常慘重 尤其是降臨的這一塊 所以呢也可以看到呢 以色列這邊 這樣子做 然後呢讓呢 這個伊朗這邊 非常生氣 他們領導人就不斷說 我們要對你進行懲罰等等 好另外再來看到 除了另外一個戰爭 要提到的是說 俄烏的局勢 現在也有出現了拐點了 什麼叫拐點呢 因為現在美國或西方 會不會慢慢的想要把呢 烏克蘭給拋棄嗎 我們來看到這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呢 布林肯最近啊 他改變了立場 他說呢 我們對莫斯科 如果你改變政策的話 不排除美俄會展開對話 如果成員國達成共序的話 也可以邀請普丁參加G20 以前的時候 我們知道在開打的時候 美國只要看到 這個他來 俄羅斯來 集體叫那些G7這些 小老弟 通通退席嘛 現在說也可以邀請普丁參加G20 然後呢 巴西總統盧拉 最近跟法國總統馬克宏 也有進行會晤嘛 然後呢馬克宏說 我們無權對巴西總統說教啦 邀請誰出席G20 就是呢 巴西輪值主席國的決定 這也是有意思 另外再來看到 俄羅斯跟法國的防長呢 也進行了對談 然後呢 談到了這些相關問題 那法國這邊說 願意跟俄羅斯加強反恐合作 那這都是友善的訊號 然後俄羅斯這邊也說 你啊不要向烏克蘭派兵啦 我們也準備好參與會談 結束俄烏的戰爭 意思美國法國這些 通通都在進行相關的 我覺得來不及了 有一句電影的台詞說回不去了 如果是你 折倫斯基你這時候 開始覺得說我口氣稍微軟一點 我發現形勢對我非常不利 狀況在你願意和談 現在關鍵就是普京願不願意跟你和談 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要有一個關鍵一件事情 就是普京講了說 剛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特別軍事行動 他的目標他跟你講的 西方國家講的很明確 就是烏東這幾個州 他就是要去納稅化 去軍事化 然後希望你不要加入北約組織 但那時候折倫斯基聽不進去 那北約也聽不進去 覺得說我就是要 讓你烏克蘭加入北約 這烏東地區包括克里米亞 都應該還給烏克蘭 所以才引發了這場 特別軍事行動 但是這兩天 這個普京講的 他就不是軍事行動 變戰爭 他講的是戰爭 戰爭跟特別軍事行動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是有差別跟 有無差別攻擊跟有差別攻擊 第二個是有限制跟沒限制 也就是說 這個普京現在來講的話 他這場已經升級為戰爭的話 他對烏克蘭的攻勢來講的話 就沒有差別了 他可能就是說 包括你的首都基辅 或者是利沃夫 這幾個重要的城市 甚至於奧德薩 這幾個城市他都會攻擊 他就不限於在烏東 這幾個地方 來做打擊 他可能就攻擊到那邊 第二個他用的武器 可能就沒有限制 所以我覺得說 整個局勢我們看得出來 為什麼這時候突然開始那邊 其實有兩場很重要的戰役 一個是阿夫提夫卡戰役 一個是馬林卡 我們知道這兩個戰役 這個烏克蘭在這邊也守了很久 最後撐不住失敗了 那這失敗裡面 我自己是從戰術的 這個軍事的作戰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烏克蘭敗得很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轉進作戰 就撤退有兩種方式 一種叫主動脫離 一種叫被動脫離 顧名思義主動脫離就是 我發現戰況對我不利 或者是如果這個部隊 我要轉用到其他地方去 我主動就離開了 這時候你可以很安全 把部隊撤下來 那被迫脫離就表示什麼 被迫脫離就是講明的 就是人家追著你屁股後面打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那種脫離的損失就會很重 那這次我怎麼可以看得出來說 烏克蘭在阿夫提夫卡 跟馬林卡是一種被迫脫離 因為它損失了五輛M1戰車 就是我部隊撤出來 我一定要把人家擋住 把追兵擋住 我就派 我在匆忙的狀況之下 我用我最精銳的M1戰車 過去來打我的 打這個俄羅斯的追擊部隊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知道這個M1戰車 這個普欣講說 擊毀一輛一百萬盧布 那你這個M1戰車一出來 對俄羅斯的士兵來講 看到的 看到的不是一輛 威脅很大的戰車 看到的是一百萬盧布 擺在那裡 大家蜂擁而上 所有無人機的飛手一起過去 就一直被幹了 就是陸陸續續 不是一次 大概這幾天連續到現在 五輛M1戰車就被擊毀 那從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阿夫提夫卡是慘敗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大概每天都有在關心這個進展 那俄羅斯大概每天平均進展 大概五六公里 從阿夫提夫卡跟馬林卡失手以後 他每天再往前面推 而且是那種 就是平推的方式 所以地面作戰來講的話 我覺得烏克蘭已經 失去了所有優勢 那很明顯的 這雙方來講 現在在幹什麼 普京在準備 他已經開始講了 他說準備下 春季 現在開始 春季的一個公式行動要展開 去年我們都知道 是烏克蘭講了嗎 夏季反攻嘛 那現在來講 換俄羅斯做這個動作 那我試問大家 如果說你猜猜看 以普京的個性 他會說 假如說我在戰場上 已經有百分之百 獲勝的可能來講的話 他會不會上談判桌 我只打到無動就好 對 我們就現在 就停火線 停下來 其實這種局勢 不是我們看得出來 是包括法國馬克宏 他們都看得出來 就是說烏克蘭大概不行了 所以馬克宏才會講什麼 就是他要派部隊 派部隊進入烏克蘭 他就是 其實他講的話是有點 赫兹普京的意思 就是說你如果說 真的是要併吞掉整個 烏克蘭來講的話 我們北約國家 不惜派兵進去作戰 但是我覺得 這恫嚇性的延遲 意義比較大 因為歷史上面 不管是從拿破崙 或者是希特勒 從來沒有一次歐洲國家 去入侵 去打俄羅斯能夠成功 全部都是大敗而回 因為俄羅斯土力太廣了 他天氣的氣候 各方面來講的話 你都不適合用兵作戰 他拖都把你拖死 所以說馬克宏講那種話 我覺得只是做做樣子 他只是警告普京說 你不要太過分了 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大家 就死停戰就好 你不要繼續追擊 但是我覺得普京 以目前的形勢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繼續打下去 就可能 因為他已經講他升級成戰爭 升級成戰爭 他有可能打到整個烏克蘭全境 都有可能 這也是責任 所以我在為什麼講說 這個時候等到你發現說 戰況都有不利 我現在才開始準備 接受你的條件來和談 我覺得已經太晚了 因為所有戰爭的 你在談判桌上面 你想要要的 你必須在戰場上面 取得這種優勢 雙方如果說僵持不下 我們來談判可以 當我有力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跟你談判 所以我覺得北約這些國家 或者是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們可能要準備好下一個動作 所以說我們現在積極看到 北約各國 他不管在2024堅定捍衛的演習 一直到現在還在演習 動員9萬大軍 100多架戰機 他們做這些演習的目的就是 萬一準備 我覺得是準備烏克蘭 萬一整個都沒有來講的話 他們最起碼 防住俄羅斯不要繼續攻打到 歐洲的包括波羅的海三小國 包括到波蘭 可能他們已經在做這種最壞打算了 對他們做最壞打算 也是怎麼樣呢 知道說烏克蘭可能撐不住了 也就是說 美國或法國現在開始要怎麼 慢慢要拋棄烏克蘭了嗎 值得深思 剛剛將軍那一段話 也值得台灣來思考 當你有力的時候最好來談 沒有力的時候 人家根本不會跟你談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肉糖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問的選口 有什麼消費者 有什麼消費者 找人的選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